再来看太空战 这个星期美中两国对于太空探索的脚步 都有了新的进展 美国太空总署首次采用商业火箭SpaceX 送上国际太空站的四名太空人 在了已经半年任务之后 已经顺利地返回地球了 而大陆方面则是发射了天河号太空站核心舱 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 要进行多达11次的太空站相关发射任务 4月29号体型硕大的长征5B型火箭 从海南文昌发射升空 大陆官方媒体全程实况转播 因为这次送上太空的是全长16.6公尺 重达22.5吨的天河号核心舱 也就是大陆全新国产太空站的第一个核心部位 首先我们要用20点左右的时间 快速地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做一个检查 然后这样的话 马上要迎接货运飞船和载人飞船 简单地说在2022年底之前 大陆还要像在太空中堆积木一样 发射另外两具分别叫问天跟梦天的实验舱 到距离地面300多公里的轨道上 跟主要用于太空人起居的天河号完成对接 再来还要接上一具号称比哈佛望远镜功能更强大的太空望远镜 旋天望远镜将来是跟空间站是半飞的 将是两个独立的 在同一个轨道上独立飞行的飞行器 它要升级的话 它可以跟空间站对接 然后人可以进去换里面的光学的模块 跟硬体建设同步进行的 是预计今年6月 第一批三名太空人就要进驻天河号 展开为期三个月的功能测试 在天河号前往轨道就位之前 现在全世界唯一正在地球轨道上正常运作的 是由美国 俄罗斯 欧盟跟日本等国 共同出资核见的ISS国际太空站 微量的光线都把所有的光线都变成了 水素完全不同的形式 热热在新的方法 我们在学习的方法在微量的食物 我必须告诉你 这些是挺有趣的 从科学角度来看花大钱盖太空站 理由很简单 就是因为在地球轨道为重力的环境下 可以执行地球上做不成的实验 但就像很多其他的科学领域一样 太空科学计划背后比拼的 也远远不只是科学 从最早发射算起 已经服役超过20年的国际太空站 近年来几次发生裂缝 泄气等事故 凸显设备老化 维修成本不堪负荷 就在这时候 俄罗斯宣布要在2025年退出国际太空站 改和中国大陆合作 并在2030年发射自己的新太空站 5月1号 日本太空人野口聪一在结束半年任务 准备离开国际太空站前 弹奏了肖邦的离别曲 这似乎也预示整个国际太空站的未来 一旦他停止服役 地球轨道上就只剩下中国的太空站 美国学者警告 如果大陆顺利吸引到欧洲等国 进驻太空站做实验 将会冲击这些盟邦跟美国的关系 但另一边 美国的太空计划也没有停滞 只是走向不同的道路 对比中国大陆是举国家之力 展开太空计划 到2030年相关经费将达到7000亿美元 占GDP3% 美国太空总署选择跟民间厂商合作 重返月球 其中就包括马斯克旗下 已经成功载运太空人往返的SpaceX 还有贝佐斯的蓝元公司 作为探测火星的前进基地 美国打算在月球表面设立命名为 扎道的小型太空站 用来让太空船停泊整装 一边是美国拉拢王国合作 要立足月球建直火星 另外一边是中俄合作 也要在月球的南极设立基地 纷扰的国际局势 从陆地大洋 争到了外太空 第二次完 综合报道 美中科技大战 从地球一路打到火星去 日前美国的毅力号首度传回了 它在火星上移动 留下来的车车 看得清楚吗 另外几乎同一时间 大陆的天问一号 则是传回来了 从火星轨道上 所拍摄到的清晰画面 接下来预计 在五六月间天问一号 就要选好时机 降落火星表面展开探测 而且大陆方面更宣布 要在太空商业运输市场 直追美国 但时机真的到了吗 可以清晰地看到 火星表面的环形坑 山脉和沙尘堆 这个具有螺旋上的结构的 是火星的北极的机关 这个是因为长年的成绩和消融 产生的是螺旋上的一个结构 历经超过七个月 2.12公里的漫长飞行 三月初 大陆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 终于传回了 从火星轨道上拍摄的照片 所黑白割一张 当然这不只是打卡 到此有而已 环形坑的直径 大约有620米的直径 可以清晰地看到 环形坑底部的纹路 因为火星的沙尘堡 巨大的沙尘堡 经常起源于极区 北极或南极 所以我们在这地方 是比较方便地监视 它的这个沙尘堡的形成过程 尽管远在他乡 天问一号也不算孤单 就在离他不远的火星地表上 2月18号刚刚降落成功的 美国伊利号 在送回火星全景照片 跟火星上的风声之后 已经开始趴趴走 工程师语气之激动 几乎像是看到自己的孩子 第一次学走路 因为光是要下指令 给伊利号的电波 往返火星跟地球 就要花半个小时 不可能做到及时遥控 所以他们每天 都是趁着火星上的夜晚 写好工作计划 交给伊利号在天亮之后 自己去执行 除了浑身上下23部摄影机 两支麦克风加一支电钻之外 伊利号还带了一架机制号 无人机 要尝试在只有地球1%的大气中 飞行看看 虽然整个火星探测计划的发起 比对手慢了很多 但大陆科学家决定 急起直追 当初探测月球是分绕行 落地返回三步走 这次拜访火星 第一趟就要着陆 但前提是 得要先看清楚 它长什么样才行 就中国自己的光学望远镜 拍到的火星头像是非常粗的 基本上 看不到火星表面的地形 所以我们这是第一次 中国人用自己的探测器 获得这个火星表面的头像 假设发现 我们要确定着陆点 这个乘暴很严重 那我们是会选择换着陆点 或者是延迟着陆的时间的 根据规划 天文一号预计在五六月份 抓准恰当的时机 释放白色圆锥形的着陆器 在捕获制动的过程中 地面胡断是不可见的 也就是说它会跑到火星的背面 所以大部分呢 比较紧急重大的故障 还是通过气场自主来进行完成的 大气减速的时候 要面临高温的一个过程 还有气动带来的姿态的一个偏差 这都会对减速造成不利的影响 从突破大气层 到登陆火星表面 预先选定的乌托邦平原 这段最危险的旅程中 飞在上空的轨道器 成为它跟地球老家 唯一的连结 据火面一百米的时候 进入悬停阶段 可能在一百米高度 进行一些平移 选择更安全的一个着陆区 我们在上面有一个 叫工程测量分析统 工作呢 就是监控它的吹行状态 好不好 那么其中呢 就有一些是靠图像的方式 来监控它的状态 那这个实验场就是火星车 模拟在火星行进的一个状况 怎么走 往哪儿走 能不能走 都是要通过这个实验场 来达到一个测试的目的 再接下来 就是先前在实验室里 已经演练过无数次的 释放火星车 不同于一粒号采用核动力 天问一号的火星车 是依靠太阳能 由于火星距离太阳 要比地球距离太阳要远得多 因此呢 火星上的太阳照度呢 只有地球的大概40% 那这四块太阳能翻版呢 设计成了一个蝴蝶的形光 两者相同的是 每个轮胎都能驱动 也都能转向 提供它们在火星表面 越野行驶 寻找火星人的能力 这两个大眼睛是导航地形相机 它呢能看得更远 天问一号火星车呢 具有高度自控能力 晴朗天气时 火星车正常工作 当遇到沙尘天气的时候呢 火星车进入最小工作模式 来自火星的影像跟声音 令人振奋 但代价不菲 天问一号的造价没有公开 毅力号则是花掉30亿美元 无论对美中而言 不惜巨资开发火星计划 除了寻找外星生命存在的证据 还有进一步探索太阳系边界之外 太空运输的商业价值 同样诱人 中国航天呢实际上是发射次数和发射的重量 已经占到世界航天的第二位 发射的重量呢首次突破100吨 达到了103吨 大陆产学界直言 下一步还要发射太空站核心舱 货运及载人太空船等各种任务 至于什么时候可以像电影演的那样 把太空人送上火星 这恐怕无论美中都还有得等 不止技术难度超高 也因为真的太贵了 电视讯文综合报道 美国已经进入了拜登时代 不过中美两强 从地表到外太空的精神态势 恐怕一时之间还难以改变 其中中国大陆去年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 就是建成了由30枚卫星 所组成的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 这一套所谓的中国版GPS 不但可以为海陆空交通来做定位导航 同时还可以监测水坝 甚至针对于电网还虎式的运作 也能够更加的安全 不过都已经有美国GPS系统可以使用了 大陆为什么还要砸大钱自己研发呢 带您了解 登上世界最高峰 祝会你们 祝会你们 2020年5月27号 测量队员再次确认世界乌籍 圣母峰的新高度 让大陆专家欣慰的是 这回用的设备总算不全是美国人的GPS 还加进了大陆国产的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 优先北斗 北斗来主导 然后其他的作为一个系统 作为一个辅助 北斗有精密单点定位功能 不需要通过Internet的网络 它就可以在珠峰进行精密的单点定位 我说的是尼米级精密单点定位 怎么样用人造卫星测量山的高度 听得很模糊是吗 看看这张图 您可能会清楚一点 通过北斗卫星与珠峰峰顶实现信号连接 便可以获得珠峰最高点的三枚坐标 参照西藏日喀泽为一级水平基准点 结合不同地点的高度 最终便能测出珠峰的精确高度 不只在圣母峰顶千里之外 新疆这座全世界距离城市最近 却随着气候暖化 每年不断退缩 估计只剩不到百年寿命的一号冰川 也是由北斗系统负责监测保护 再把镜头转到浙江安吉 这座天荒坪抽水蓄电站 它在上下600公尺的超大落差之间 夜间抽水 白天放水发电 等于每天抽运一个杭州西湖的水量 要怎样确保霸体不变形 同样依赖北斗卫星 许多的监测点 在胶住霸体时 就已经埋入器中 远在太空的北斗 可以通过高精度定位 感知到水坝混凝土内 任何轻微的形变 大道确保重要工程安全 小道帮助外卖员 用最快速度送餐到府 不会让您饿肚子 还要让您开车不会迷路 短短几十年 卫星定位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 颠覆大多数人的生活 其中就包括现在最夯的自动驾驶 无论是在天空 海洋 城市 还是农田里 实际上就应我们北斗 在这个整个的金空西座方面 就基本上就相当于无人驾驶 包括你这个土地要更多深 它都可以精确地给你撤出来 然后你的含字要保存多大 它可以精确地给你撤出来 卫星能够实现定位的基本原理 是基于时间的计算 从卫星发出信号 到用户接收到信号 这一过程花费的时间 可以推算出两者之间的距离 以这个距离为半径 可以形成一个虚拟的球体 当用户同时连接四个不同位置的卫星 形成四个虚拟的球体时 四球的交汇点 恰好是精确的位置所在 率先使用这套技术 并且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是美国空军 1983年在大韩航空客机 误闯前苏联领空 遭到解剖的事件震惊全球之后 当时的美国总统雷根 才下令开放民用GPS 提高客机导航能力 但直到1991年 波安战争爆发 GPS的厉害 才真的让全世界惊呆了 美国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第一次以武器制导的形式 大获成功 在总结报告中 美国人将海湾战争 归结为GPS的生命 在这些关键的 国家的政要命脉的 或者是国家的政要基础设施的 这个情况下 必须要掌握在自己手里面 所以必须要走自己的路 要走我们自己中国特色的发展 如果说1991年8月爆发的 海湾战争打醒了国人 那么1993年7月的银河号事件 对中国人而言 绝对是不群辱的刺激 根据大陆媒体报道 1993年 这艘中国籍的银河号货轮 被美方质疑 载运化五原料前往伊朗 结果美军直接关掉 银河号上空的GPS服务 当场让它停在印度洋上 动弹不得 只好乖乖接受登船检查 多年来 这件事一直被大陆视为 奇耻大辱 三 二 一 点火 我们现在对外承诺的进度是什么 但实际上我们在实际测试的过程中 通常情况下就是两到三米 二十多年来 从只能提供小范围定位的 北斗一号 覆盖亚洲的北斗二号 到现在北斗三号总算号称 能够提供全球定位服务 相比导航定位 北斗还有一项比较不为人知 却同样重要的功能 就是精确受食 卫星上搭载的原子钟 可以达到耐秒 也就是十亿分之一秒的精度 从每秒钟亿万资金流动的国际金融 到串联各省市的大陆国家电网 都需要精确掌握时间 我们现在用的电都是交流电 交流电它是有波峰和波谷的 那么如何把全国的这个电 汇聚到一张网上的时候 一张电网里面的时候 来保证它的波峰和波谷 是同步的 那么这也需要精确的受食 全世界有近200个国家 在应用到北斗 那么核心的产品 有100多个国家在应用 这就是一个非常可喜的变化 随着影响层面不断扩大 大陆宣布到2020年 北斗系统产业链 已经达到4000亿人民币 尽管这个数字 跟每年可以赚千亿美元的GPS 还有不小的落差 但大陆学者直言 无论从国防还是商业角度来看 发展属于自己的卫星定位系统 都是没有讨论余地的重要需求 电视频综合报道 美中角力战 从地球一路打到了外太空 中国大陆足足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 终于在日前成功地发射了 北斗三号系统的最后一颗卫星 并且把它定点在 距离地球3.6万公里的 地球同步轨道上头 这套系统被称之为 中国版的GPS 要跟全球习惯使用的美国GPS 来一较勾驾 不但可以应用在 无人驾驶 5G技术等等的上头 更重要的是 在军事上还具有 斩首行动能力 不怕美中冲突的时候 会被美方关掉卫星讯号 交代风向 这分装好的一袋袋蔬菜日用品送上车 就出发 标榜临街处的无人车 在北京防疫期间派上用场 你好 美成将冲 精准到达 即便无人驾驶 也能在北京大街上爬爬走 而差不多同个时间 在大陆西部的乡下农村 从播种 收割 施肥 一样是无人自动驾驶 在大陆已经超过两万辆智慧农作机具 从都市到乡村 从地面 远洋渔业 甚至爬到圣母峰 侧高度 这些工作有个共同点 都仰赖原在微太空的北斗卫星导航 正是中国大陆从1994年自主研发 2000年发射的第一颗卫星 总共耗时26年 终于完成中国版全球组网卫星的最后拼图 6月23号上午9点43分 长征三号火箭 从大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缓缓升空 现在我宣布此次发射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 成功发射卫星 这是北斗三号系统 第30颗卫星 也是最后一枚 从此代表了中国大陆 继美国 俄罗斯 欧盟之后 有了自家的全球卫星导航 大概在今年7月份吧 7月份我这颗星就可以正式地 向全世界提供服务 这中国北斗牌的卫星服务 早在大陆国内打造出北斗产业链 从最上游的晶片天线等基础研发 再到讯号的接收装置 最后定位导航通讯交通 整个力求中国制造 更号称创造了惊人产值 2018年已经超过人民币3000亿元 2019年持续成长 预估2020年底会超过4000亿人民币 接近1.7兆台币 是个会印钞票的卫星系统 向左转 上载道 找路 找方向逛 全球都靠是美国的GPS 不过大陆北斗在2012年讯号 已经覆盖了整个亚太地区 他们的手机有超过7成改用北斗讯号 但台湾还是使用美国的GPS 讯号服务都有了 只是科技通讯管固自然问题 接不接收 牵涉到国家政策考量 美国则在1994年 斥资超过120亿美元 完成全球定位系统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更因独步全球 且覆盖率高达98% 顺势把这英文缩写GPS 变成美国专属的代称 而之后俄罗斯的格洛纳斯 欧盟的企丽略都因政治经济压力 让卫星定位的发展不如美国 那晚了26年的中国大陆 要如何挑战 美国既有优势 推这个一带一路 或东西国家加入 所以他就看他怎么推 然后这些国家合作 国家的政策 如果定定说要来接收 那就可以了 这个北斗的系统 它有三种不同高度的卫星 那变成我们在计算 就是排除一些午餐的时候 是很大的帮助 所以变成绝对时间准着 会引致5G的通讯速度 就会更稳定更精准 北斗卫星系统 号称比美国GPS更精准 因为GPS有30公分的误差范围 但北斗只有10公分 不仅能收讯号 更能发出短讯息 跟用户分享定位 中国客宣表示 北斗具备了外科手术室的精准打击 作战效能提高100到1000倍 有着斩首行动能力 他们就达到自主了 其实这些国家在发展 或者是欧盟 早期是美俄各自发展 各自发展自己的行期 都是军事 他要能够自主 不要被对方去掌控 不止中国怕 欧盟也怕 所以欧盟才发展自己的 中国也发展自己的 换言之 所有GPS能做的 中国大陆不仅能做 还能完全不受制于人 在军事战略上 不怕再受到美国威胁 整个系统是中国自己发明的 不需要靠外国的技术 不需要受制于外国的精品供应 或者打仗的时候 也都可以使用自己的系统 不怕不用受制于人家 如果人家譬如关机 或者是被一些错误的讯号干扰你 不光是考量现在的中美对抗 在1993年 美国的确曾经关掉GPS 让中国大陆吃了好大的闷亏 中国有一手货轮 就被美国释了一个信号 就是怀疑它走私某些东西 收不到信号 就无论GPS什么海道 不知道自己去哪里 经过一次之后 中国就决心要自己研发自己的系统 不再受制于人 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是一把守护国门的金钥匙 自己家的金钥匙 可不能放在别人那里 一定要握在自己手中 历时将近30年 完成了中国版GPS全球定位 中国人在古代用北斗星导引方向 现在用北斗卫星 不只能导引方向 更是布局太空思路 在航太战略跟美国一较锋芒 TVB新闻女黄龙 朱光虹 陈又文台北报道 另外一项重要的科学探险 则是大陆的嫦娥五号 经过了23天的飞行 17号返回了内蒙古 这一次的探月行动 也创下大陆很多的第一次 首先在月球上拍照的大陆五星期 不但能够承受宇宙电磁辐射 就算是在月球上 正负设施150度的温差 也不会落彩 那么此外 为了避免返回气 在进入大气层的时候 会摩擦燃烧 所以首次采用了 半弹道跳跃技术 回到地球 而且为了在短时间之内 能够在2万平方公里的着陆场 顺利地收回返回气 大陆官方还同时出动了 海陆空部队 好我们就来看看这场 被视为里程碑的签文任务 我们现在看到 正在慢慢的靠近地面 成功着陆了 12月17号凌晨1点59分 嫦娥5号返回气 历经23天的飞行 结束太空之旅 着陆内蒙古 红外线影像中的光点 是地面和空中搜索部队 在返回气落地的那一瞬间 就会同步朝目标奔去 因为着陆点和先前预测点 非常靠近 半小时顺利找到返回气 第一时间搜索队员 先帮返回气穿上保暖衣 避免温度过低 影响舱内月球土壤样本 这次能不能在短时间内 找到返回气 也是决定这次探阅任务 是否能画下完美据点的重要关键 三组地面部队黑夜中在雪地前进 像这样的演练 在返回气回来前执行超过数十次 外骨骼机器还第一次用在搜索任务 替队员增加力量 搬运重型器材 特训挑战毅力和专注力的极限 因为从白天画面来看 内蒙四子王岐着陆区 范围达到两万平方公里 而且都覆盖超过三十公分的白雪 零下三十度低温 积雪 黑夜都替任务增加难度 这次进美国前苏联 睽違44年后 大陆成为第三个能登月往返的国家 除了带回两公斤月球土壤 当然不能忘记拍照打卡 但宇宙强烈的电磁辐射和月球温差 都会让普通旗帜 吞色甚至分解 因为它在太空环境中要承受 太空里面的一个高低温 和一个强紫外的辐射 所以它不能用我们地球上普通的 常用的棉 迪轮 或者紧轮的材质 然后我们选的是一个 以方轮为主的面料来制作的正面国旗 光是旗帜选材就花了一年时间 研究团队最后决定使用 三十几种纤维混合成的新型复合材料 在经过耐高低温 防静电等物理试验后 才完成正面重量11.8克 而且能承受月球正负设施150度温差 而且不拉差的大陆五星旗 这次嫦娥5号登月任务 引发热议的还有飞行速度 因为从脱离环月轨道到着陆 嫦娥前后花了四天 但当年美国阿波罗只用了两天就完成 对此中方回应 嫦娥并没有走得比较慢 而是因为阿波罗设定的着陆点 是相对广阔的太平洋 但嫦娥则是选择内蒙古的一个区域 接收窗口窄 更需要时间锁定着陆方位 为了让嫦娥5号返回器着陆 晚无一失 官方派出六架直升机 协助搜索 机上搭载探照灯和光电吊舱 可以在夜间执行跟踪 大陆第二代外太空远洋测量船 远望三号也提前在海上待命 从嫦娥还在外太空飞行时 就能透过船上卫星 侦测锁定降落的轨道数据 陆海空侦测搜索部队全出动 因为这次嫦娥5号返回器 是以半弹道跳跃式的技术 回到地球不但控制难度高 回收的范围也变大 在飞障区的这一跳直观重要 如果跳不起来 返回器就会摔得稳碎 如果跳过了 嫦娥可能会逃离大气层 无法二次进入 因为第二宇宙速度载入 所以是很高的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 气动减速的一个方式 通过它减速以后 我们能够像行坐飞船似的 以一个比较相对小的速度 载入大气 然后成功地返回地球 因为返回器从距离地球 5000公里太空中 以每秒11.2公里 滑入大气层时 会摩擦产生2000度高温 如果直接着陆 就可能烧毁 采用半弹道跳跃 就是把大气层当刹车 像打水漂一样 先将返回器弹出 大气一定的高度 等减速后 第二次进入大气层 就能打开降落伞 嫦娥5号的降落伞 也有学问 材质选用紧丝绸 透气量小 单根伞绳还能承受 150公斤拉力 但就算已经很耐操 制作工艺还是有严格规定 比如说这个伞 这不是缝了两行线吗 这两行线来说 我们的要求就是 这100毫米 它其中有多少个针角 这就是有规定的数据 这次嫦娥带回来的月球土壤 将被送往位于北京 大陆首作月球样本实验室 进行分析 因为月球是真空环境 因此运送过程 得确保样本 不被地球空气污染 美国俄罗斯以前的惯例 可能作为国礼相送 比如说联合国 已经给我们提出这个申请了 我们也在研究商谈当中 大陆月球任务未完待续 各国也没慢下脚步 美国太空总署计划 2024年载人飞往月球 并待上一周 尝试打破停留最长记录 俄罗斯预计在2025年前 再送三款探测器上月球 欧盟也宣布 将在2025年登月建立基地 嫦娥5号是大陆太空探索 重要里程碑 同时也让大国间的太空竞赛 更加白热化 TVBS新闻综合报导 中美太空争霸战也未曾烧歇 最新的进展是 大陆的火星探测梦已经正式启航了 7月23号的中午 海南文昌航天发射站 就成功发射了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 迈出了行星探测的第一步 经过四天飞行时间 天问一号在距离地球120万公里处 已经发回了第一张 让您看到地月合影的照片 很像笑容的是地球 至于这个小点点则是夜球 但是要抵达火星 其实还没那么快 天问一号预计要在太空当中 航行七个月时间 明年二月份才会到达火星 三 二 一 点火 点火 中国大陆长征五号火箭 搭载着火星行者天问一号 迅速升空 一二级 撕离 是的 这一刻等了九年才再次展开的火星之旅 因为早在2011年 大陆首颗火星探测器 引火一号 曾搭着俄罗斯火箭顺风车 也想上火星 最终却宣告任务失败 这回靠着自己的火箭 再改良的探测器 尝试再次奔向火星 偏偏国际间的火星热 也不单单只有中国大陆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20号从日本路尔岛 成功发售了希望号 要展开火星天气研究 美国30号发售了毅力号 要执行火星远古维生物考察 这一次更让毅力号搭载空拍机 首度挑战火星空拍任务 至于中国大陆的天文一号 有输人不输政的决心 繁绕 着陆 巡视 是火星旅游的三大经典项目 国际上的旅游团 一般只能满足一个项目的需求 而本次天文一号将一次性实现 绕 着 巡视 天文一号不仅要绕火星飞行 还有火星探测器 看得出大陆对太空任务雄心勃勃 而美中太空竞逐早已上演 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建议 我们未来在2030年进行载人登月 2050年载人冬火星 The directive I'm signing today will refocus America's space program on human exploration and discovery This time we will not only plant our flag and leave our footprint We will establish a foundation for an eventual mission to Mars 但想怀抱火星梦可不是那么容易 光看地球火星最近距离就有5500万公里 最远更超过4亿公里 这概念或许很难懂 对比我们抬头就能看到的月亮 与地球最远大约是40.5万公里 因此地果距离是地月距离的几百倍 探测器想学长而奔月只需要几天时间 但想登火星 旅程耗上7个月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中国大陆 美国 接连赶在7月踏上火星之旅 得算量成及时 是因为地球与火星都不是乖乖地禁止不动 它们每26个月距离最靠近 因此会出现一次发射窗口旗 错过就要再等上两年 今年的10月14号火星地球太阳将连成一线 又被称为火星冲日 因此今年的7 8月 赶上这时出发的火箭专车 才能最快且最有效率地飞向火星 但抓准时间还不是最困难的 你看首先探测器在飞到差不多距离 火星几百公里的时候就要踩刹车了 这个刹车必须要踩得恰到好处 否则的话要么飞过 要么就撞上火星 天文一号飞向火星后 展开两到三个月的着陆点考察 直到抵达近火点后 踩下几煞 甩尾进入环火轨道 这时着陆寻视器 以及环绕器会自动分离 展开最惊心动魄的关键任务 本身这个着陆 被形容 这个叫恐怖七分钟 而且有人这么形容 相当于在巴黎打一个高尔夫球 要落在东京的某一个带里 它中间有一系列的环节 而且都必须自主完成 之所以被称为最关键的七分钟 是因为着陆寻视器脱离后 得从每秒4.8公里的速度 自主着陆 这过程只有短短的七分钟 而地火距离太遥远 光是传输时间一来一回 就要30到45分钟 因此天文一号想安全降落 得全靠自己 今年有三个探测器奔赴火星 但即使是已经有了 数次成功经验的美国 我相信他们也不会觉得 去火星事件容易的事 看看过去开展的火星探测任务 目前共实施了44次 最多是美国21次 俄罗斯19次 但成功率只有约50% 因此火星又被称为探测器焚厂 对比精心探测的成功率77% 月球探测的成功率约76% 火星探索计划 各国都有自己的雄心壮志 但最终是否能成功 得等到明年2月 火星上见真章 TVB的新闻综合报导 宇宙中到底有没有外星人 该怎么跟他们联络呢 一直是天文学家 很想要解答的问题 为了寻找答案 中国大陆的天眼 散生了 这座单体射电望远镜 是全世界最大 直径达到500公尺 有30个足球场大 花了22年 耗资60亿台币 而地点就选在僻静的贵州山区 去年完工启用之后 现在当地已经发展成为 天文科学景区 庄志伟 王华林带我们探索 只是说我们所处的是一个 银河系是一个星系 那么在银河之外呢 就称为核外星系 顾不得解说员仔细讲解宇宙奥妙 旁边小朋友欢快地玩着互动游戏 这座平塘天文体验馆 为在距离贵州省会贵阳市 要两个多小时车程地大翻身去 跑这么老远晕车到这里 当然不只是要玩VR体验 整个旅行重头戏是它 FAST是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 口径有500米 从底部到顶部的垂直距离 有138米 宛如一只巨大的炒菜锅 躺在前南山林之间 这座射电望远镜正式名称叫FAST 意思是直径500公尺的射电望远镜 但为了方便宣传 它有个更贴切的外号 就叫天眼 从边缘的景观台府看 气势惊人 但想要接近天眼可不简单 为了不影响射电望远镜 接收微弱的宇宙电磁波 它所在之处半径五公里 被划为静默区 所有电子设备都不能进入 连电子表都不行 游客得在体验馆 接受严密安检之后 才能搭上接驳车 为了避免影响射电望远镜的运作 在进入方圆五公里的静默区之前 身上所有的电子用品 包括了手表手机等等 都必须要放到机物柜里面 不准攜带 当然也包括了摄影机 打不开吗 周围一圈的钢结构圈量了1600米长 主要的材质是钢结构和铝制材质 总的重量吨数是5600吨重 它主要有三大自主创新组成部分 看完这套看门道 大陆媒体用千里眼跟顺风耳 来形容像哈佛望远镜之类的光学望远镜 跟制作射电望远镜之间的功能区别 虽然不是直接看见星星 但接收电磁波听到的讯息 却更加丰富 那么这个宇宙它的直径的距离呢 就是137亿光年 只要我们稍作努力 我们就能够观测到宇宙的边缘 就能够了解一下 我们宇宙它的最初的一个起源 如果存在外星文明的话 那么他们发出的通信讯号的话 在我们看起来应该很类似于脉冲星 事实上对于剧情设定望远镜 你可能并不陌生 007电影黄金眼中主角最后决斗的场景 就是位在波多里各的阿雷西伯天文台 在朱蒂弗斯特主演的《接触未来》里面 它更是重要场景 直近350公尺 阿雷西伯天文台世界最大的地位 稳坐半个世纪 直到2016年才被大陆的Fast超越 如此造型运作的原理 是让从宇宙中接收到的微弱电波 可以透过叠形天线 集中反射到高挂在空中的溃源仓 为了方便理解 大陆科学家还用乒乓球做了实验 这些从天而降的乒乓球 比作宇宙的电磁波 当这些乒乓球垂直地落在这个小锅的表面时 由于这个小锅的表面是一个抛物面 所以这些乒乓球都会反射到一个点上 把这个焦点上的铃铛撞得叮当乱响 原理不难理解 但要放大到直径500公尺可就是浩大工程 为了能够调整望远镜角度 瞄准天空中不同的方向 看似不能动的叠形天线 其实是由4450块反射单元结合而成 可以透过6670根钢绳拉扯 局部改变形状 反射面面板形成300米局部变形 并跟踪脉冲星 通过下方促动器 一起调整位置 把这300米范围内的球形镜面 变成抛物面 并可以精妙地实现 将反射面板原来的一个凹面 形成一个抛物面 那么溃源仓就会找到一个更加精准的对焦点 它对准的数据的话就会更加的精准 解决了技术难关 接下来的问题是 这么大的家伙要盖哪里 首要条件包括合适的地形跟人烟稀少 大陆专家勘察多年 最后才终于选址在贵州前南的大窝荡挖地 一个很关键的 这个周围的人烟稀少 往四周是五公里半径内 它的人烟稀少没有大的急症 人烟稀少解决了一个问题 但要怎么样在古来都说 地无三里坪的贵州 找到一个够大的地方 来安放直径五百公尺的望远镜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当地独特的这种天坑景观 四面环山中间平坦 就成为天然的绝佳地基 经过了多次的地壳运动 升迁啊折奏啊 形成了今天的云归高原 有的挖下去的 就形成了今天的天坑 一个是自然支撑 另外一个呢 它就是它能够漏水的问题 研发历时22年 市资超过60亿台币 拆迁转移近万人 这座望远镜打造中国大陆 又一个世界之最 大陆专家预估 未来20年内 它都是全球灵敏度最高的 天文望远镜 除了开放参观 提升民众科学教育之外 一代代科学家 却将孤独地守在 这处深山之中 等待来自外星文明的 一声招呼 天文新闻 送付报道 而我们为您报道过呢 大陆花了22年时间 在贵州打造了 全世界最大直径 达到500公尺的 单体射电望远镜天眼 说是可以接收外星讯号 其实呢 这个神秘的研究机构 也有来自台湾的研究员 我们有独家专访 而且这一次 是首度开放管制区 TVBS镜头就带您近距离地 直击这个超级天文工程 这个望远镜是现在 全世界最大的单眼望远镜 我们进那个望远镜 还是要结束 很生命是由 一片又一片的三角形 所组成的 跟着手指方向看过去 眼前这个大碗弓 就是全球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也可以叫做电波望远镜 主要接受天空中的无线电波 外界俗称天眼 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贵州的天眼本体上了 从我脚下可以看到呢 我们距离这个地面 大概有二三十层楼这么高 所以不难想象 天眼它的体积有多大 而这里呢 一般游客呢 是不能够进来的 他们必须集中在我左手边 这个观景台上 用远眺的方式来欣赏天眼 天眼首度在停止观测时间 开放管制区 TPBS镜头全程直击 沿着边缘走一圈 距离超过1.5公里 比大多数操场都还要来得大 这个阔源舱 它是由六个绳索 所支撑 就是这边看到有六个塔 去操纵 所以我们在观测的时候 其实像它在这个追踪天体的话 我们的反射面还有溃源舱 是会不断的移动 因为你知道天体 太阳东升 稀落嘛 它是会不断的变化 但可别以为天眼体积大就笨重 它在观测时会随着讯号 不断变换角度 靠的就是底部 固定在地面上的触动器 最特别的是呢 我们刚刚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呢 以为呢 这个反射面板 是用这种不透明的材质 所做出来的 不过呢 从下面这个往下看 我不晓得透过镜头呢 大家能不能够看得到 但是我站在这边 看这个反射板的部分呢 它是几乎完全透明 我可以完全看到对面的这个闪头 天眼虽然是望远镜 但它不是用看的 是用听的 为了让外界更理解运作原理 大陆科学家用乒乓球来做说明 这些从天而降的乒乓球 比作宇宙的电磁波 当这些乒乓球 垂直地落在这个小锅的表面时 由于这个小锅的表面 是一个抛物面 所以这些乒乓球都会反射到一个点上 把这个焦点上的铃铛撞得叮当乱响 看完动画原理不难懂 但号称最远能接收到宇宙边缘的电波讯号 至今为止到底有没有发现外星文明 我们建设这个外星文明的时候初期五个主要项目的其中的一项 但这一项还是比较科幻一点比较飘渺一点 目前是没有什么外星文明的发现 但是如果说真的有些什么东西的话 我们这个望远镜很有可能是最早发现的望远镜之一 正前方有看到山那边有比较光秃秃的一块 那所以那边山它本来有挡住我们望远镜的视线 所以那时候用炸药把山顶把它给炸平 然后再铺一些水泥把它保护起来 我们这边工作人员都戏称它叫做光明顶 戴着墨镜压舌帽幽默解说的研究员来自台湾 今年35岁的庆道充去年才应征上大陆国家听闻台工作 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贵州收集观测资料 夏天和冬天的话我会喜欢来这边避暑和避寒 但是北京的春天尤其是秋天还是不错的 大老远跑到贵州住在离省会贵阳两三小时车程的深山里 别说网路了 为了不影响天眼接收微弱的宇宙电磁坡 连电话电视都没有 就回到宿舍才能和外界接触 这就是我们的寝室 然后我们是两个人一间 我们就这边每一个房间有有线网路 你可以用有线网路接到那个比进行电脑上 看一些视频 台湾清华大学天文所毕业 有博士学位却窝在披静的山区 要说不寂寞是骗人的 但庆道中坦言现实环境因素还是最大考量 相比于世界其他地方 这个天文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 或者基本上维持不变 大陆天文的工作会越来越多 这个发展的前途还是比较好的地方 我感觉很像独居老人的生活 这觉得很苦问吧 感觉在养老院就是这样子 虽然北京贵州两边奔波 但能在专业领域发挥 庆道充不觉得辛苦 反而感觉自己拿到一份梦幻工作 台湾比较像那种小而今的感觉 但大陆的话就是有很多雄心壮志的计划 在很多不同领域都同时在推动 其实我在我也在台湾也有找这个天文的工作 但是没有找到 以天眼为中心方圆5公里的寂寞区 没有住户没有商店 除了同事只有深夜的星星可以陪伴 世界之最的另一面有着外人难以 TTV新闻玲瓏高家甫贵州采访报道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迁委员会的资料显示 航空液燃油的碳排放量 占全球人为碳排放总量的2% 影响绿色航空大陆首创新能源运动型飞机 黄和平 陈寅仁在沈阳告诉我们 低动飞机它除了具有环保的优势 达到零污染零碳排之外 它同时还能降低运行成本 在重保电的状态下 它能飞行45分钟 只要耗8.8度电 电费相当于台币 大约只要20块钱 这架飞机整个要使用到4个电池 这是一架运动型飞机 用在休闲娱乐 飞机里装的不是燃油 是电池 这就是说它在地面等待带出前面 是声音很小的 但它还是持续在运转当中 对 持续在运转 跑道上带速 安静的像是没发动 电动飞机简单来之后就是靠电池 到它的动力来源才不值得飞 还可以飞 现在在沈阳的台湖经常进行有教官 但是我们现在在跑道发行 准备飞行 这是全大陆首创的新能源电动型飞机 以力电池作为能源 就像航空版的特斯拉 只不过场景从路上跑 变成空中飞 我只是滑行体验 真正飞上天 还是换专业的来 新能源飞机能动力爬升到1000公尺 最大飞行时速120公里 和其他运动型飞机 没什么太大差别 但可以做到零污染 低噪音 我们这一组动力电池 一组分为四块 这一组电池四块重量是72公斤 每片电池的标准电压是3.7V 满电电压是4.2V 关键就在于飞机靠电力当动力 四颗里电池 每一个有24片的大薄片组成 重宝电大约花两小时 能飞45分钟 还剩下30%的电力 这是为了飞行安全考量 万一空中碰上状况 还可以继续飞 原本采用韩国制的锂电池 但为了后续保护 现在换成大陆国产制 新能源飞机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的动力来源 用锂电池取代传统的燃料 四颗电池72公斤 平均一颗电池大约是18公斤 在充饱电的状态下可以飞航45分钟 只要花8.8度电 相当于台币电费25块钱 相较于传统燃油机 电动飞机的续航力少了一半 但因为用的是电 没有碳排放的问题 能耗成本一个小时只要台币100块 是一般燃油机的六分之一 飞机运营的费用是很低的 我们做过测算 平均每个飞行小时的费用 大概是20人民币左右 这个就是我们的电池舱 你可以看到它的尺寸还是比较小的 这里考虑的一个是对空间的占用 另一个就是说考虑重量方面的问题 发动机舱相对于一般的燃油飞机 要小很多 因为它只使用了一个电机 这个电机的尺寸你可以看到 只有我手一扎的长度 相对于游动飞机 它没有滑油系统 没有一些活塞的运动机构 空间大小和重量都经过精密计算 碍于电池技术限制了飞行时间 研究团队最后采全复合材料设计 降低飞机的结构重量 提高离电池组的利用率 碳纤维的特点就是说 它在相同重量的情况下 它比金属的强度要高 所以它固化了之后 它就从里头取出来这个零架 这零架的强度还是很好的 但很轻 对 因为它的厚度只有不到一毫米 外形轻盈 一展14.5公尺 机长6.6公尺 加上电池72公斤 飞机的最大起飞重量是500公斤 功率变大的时候 也就是说现在是1000瓦的功率 那在1000瓦的时候 它可以运行657分钟 随着功率的增大 它的剩余时间是在不断减少的 电动飞机遇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天候因素 尤其东北地区 冬天动则就是零下二十几度 经过一个月低温测试 顺利过关 去年最冷的时候 我们实验到了零下二十五度的时候 性能并没有拽减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迁委员会资料显示 航空业的碳排放量 占全球人为碳排放总量的百分之二 举例来说 商用民航机短途旅行 100公里 每位乘客至少产生27.5的碳排放量 打造绿色航空 先从运动型飞机起步 瑞翔通用航空 初始设计就是要做电动飞机 比起从燃油机改造 难度相对少一些 瑞翔通用航空 事实上是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研究院地下成立的制造公司 简单来说就是产学合作 2012年投入设计 50位成员花了一年时间 完成新能源飞机的设计 研发制造到试飞 飞机售价人民币99万8千块 约台币500万 有4架已经交付 4架正在测试 另外还有20架的订单 每架生产周期大约20天 预计2016年要达到年产 50到100架次的生产能力 飞机的初期定位就是用来观光 和驾驶员培训 节能 环保 零排放的 这在很多景区 包括像九寨沟 海南等 这些有污染有限制的地方 它就有相当大的优势 除了商用价值 新能源飞机还能运用在飞行培训 相对应的是通用航空的另一块商机 不只卖飞机 还教你开飞机 学费12万人民币 约台币60万 地面课40小时 飞行30小时 培训周期大约两个月就能参加考照 从去年4月到现在 陆续培养出20位学员 但是从事这个职业以后 他们普遍的薪资在1万左右 这是初学者 飞的年龄长一些的 飞到两年或三年以后 薪资基本在2到3万的水平 新能源飞机飞航45分钟就得再充电 尽管5到10分钟可以完成更换电池 加上在机场起降可以就地充电 不像电动车得满街跑找电充 造成推行困难 然而新人员飞机的续航力 始终是个问题 我们有望在今年年底的时候 将电池的容量在相同重量和体积的情况下 提升50%左右 这样的话我们的续航时间 能达到一个小时以上 达造绿色航空大陆自主研发 首创电动轻型运动飞机 技术超越欧美 电力是卖点却也是限制 商用民航机要做到 预计至少还要20年 被克服条件飞得更久 才能让新能源市场走得更远 PVP的新闻 陈阳黄婷 沈阳采访报道